嗨大家好 我刚才在看那个YouTube Video 我相信大家每天都在看 就是看多干啥而已 就看到这一篇 他说你要是被神拣选 就有的人看你就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想到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然后他那个女儿看见我就跟他妈妈讲说 你不要叫Louise再来这里 我看见Louise我就头痛 然后我在想说 他为什么叫我Louise呢 Louise是我的以前的名字 我已经改名了叫Elisa 然后我的朋友都叫Elisa 我就觉得很好奇 后来有牧师帮他祷告 就发觉原来他妈妈买了 去玩的时候买一些纪念品回来 然后那些纪念品其实有邪灵 然后邪灵就附在他身上 其实也蛮可怜 他给附了十几年 然后他说他每次看见我就头痛的很厉害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魔鬼看见我会头痛 是这样的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常常清静神 魔鬼看见你就会害怕 他们看见你就会逃跑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老板跟我讲说 这个人说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他说 我老板说 这个女生说他被鬼附 我就说我来祷告看看 结果一祷告 那个鬼就在那里哭 就叫了很大声说救命啊救命啊 我在想说 哇鬼那么怕我 我也很怕他 我们两个同事叫救命啊 然后他 鬼比你还更怕你 OK 你怕他他还更怕你在那里哭在那里叫 结果那个女生被 后来被那个警卫抓去赶走了嘛 结果我在想说 真的很重要要清静神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赶鬼 只是我也很害怕 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然后我今天就看了一些贴文 他们就说说 他们被这些自恋型人格的人困扰 他们那些人总是说 他们不好啊 就是把他们讲得很不堪这样子 我在想说 我被神卷选做美国的先知 我被人家白宫写 感谢信给我十几年了 还是有很多人说我的坏话嘛 然后找人来攻击我 自恋型人格会找很多人来攻击你的 所以我就是跟你们讲 其实我看高法医 许律师也被攻击 我在想说 他们那么厉害的人 也被攻击 所以你不要觉得只有你被攻击而已 很多时候是那个 魔鬼利用身边的人来攻击你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魔鬼也会利用你去攻击别人 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现在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身边的人有爱心 虽然很困难 因为魔鬼是很怕爱的 魔鬼看见爱就会逃跑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像你 主耶稣求你 赦免我们的罪 接近我们 帮助我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